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硬料华尔街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硬料华尔街那今天只是又继续大涨 这个涨的幅度也蛮惊人的那我想最主要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涨了15块台积电今天涨15块 大概就贡献了100多点所以目前看起来就说这一波 强势的带动是由台积电做领军 台积电做领军的情况之下指数呢 开始转强 那你会说为什么台积电会那么强 对不对 这个巴菲特不是把台积电卖光光吗 这为什么台积电反而开始脱胎换股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就说 当我们看到台积电不跌的时候 这个盘呢就很难下去 所以 只是我跟各位讲说这边呢 他 可能会有回撤的一个危机但是我讲他回撤一定也不会太深 因为整体上来看市场还是比较期待台积电 在第三季三奈米三奈米的一个 定当状况 好那 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天的消息面传来就说苹果对于三奈米的订单 相对的积极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三奈米是没有掉单的话 那 市场就看什么看台积电 第三季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在台积电上我跟各位讲说这边要跌也跌不到哪里去了 但是你说短线要一路上去 过高 我觉得这个 这个机率上来看也是相对的低 因为 第二季 他的 营运状况目前看起来他讲季节6.7% 那你4月份的营收反而是增加的 代表什么意思5月6月他可能不好 所以短线台积电你说急涨 会一路上去吗 我也觉得不会一路上去 所以 反推敲回来指数 会不会一路的 再往万六以上做攻击做 冲 那我想先稍微休息一下会比较好 因为不用长太快你长太快 反而好这个 很多人的不太敢跟不太敢跟他量 就会怎么样后面开始说好这就比较麻烦 所以接下来的我觉得 今天是拉信心的信心拉出来之后呢他会回到什么 中央行个股 会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台 那你现在看到就说 这一波来讲的话指数的比较强 加权指数比较强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贵买呢 贵买还在震 原因很简单因为连续两波 主力大户出场 其实主力大户现在也有点暈了就说 怎么 感觉这个气氛又好起来 对他明明没有去拉很多股票但是为什么指数 加权指数会往上冲 主要就是什么 台积电在动 所以 这也在他们的思考就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动作 对不对明明是把股票卖掉了 对不对那现在大盘又回稳了感觉好像市场气氛又回来 那他势必被迫要怎么样 针对有一些股票他还是要去做买进 懂我意思吗 他针对有一些特定的重要型个股他还是要买 所以这一波就是台积电 拉台之后 让这些主力大户被迫要去把一些股票 把他买回来 原本他们想先再等等看因为美国可能还有在线问题嘛 对不对可是你发现 那个指数不怕在线问题 就先拉了嘛 好那他先拉了那变成说原先这边看比较保守的把股票卖掉的这些主力大户 今天开始他可能又会针对一些股票慢慢又把他买回来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今天这个指数上来看的有一些重要型个股 就开始比较强 那你会发现比较强的纪录都是怎么样 纪录都是这段期间里面 整理形态比较强势的股票 又开始拉起来 所以代表说这个盘 还有得玩所以我说今年做股票相对安全原因在哪里 你就算跌下来但低档总会有一些利多做支撑嘛 对不对 我讲了你就算你发生一些突发性的利空 把股市打下来 但是联准会呢 他利率已经升了20码 等于他现在手中有20码的筹码可以做调整嘛 所以你指数你纵使你杀的很快杀下来 好 很快杀下来喔 但是呢 因为联准会他可能会马上降息 他指数又马上贪回来 所以我说今年做股票相对安全 昨天前几天盘在不好的时候我跟各位 勉励 我鼓励大家我说今年做股票呢 各位要忍耐一下 因为今天做股票相对安全所以纵使你现在买的套住了 我想过一阵子 这股票呢总会让你解套卖出 对不对 那你发现今天这个行情好像就有这味道了 很多股票你可能前一波追追追追高点的但是呢今天怎么样 很多股票又让你解套了 又让你赚钱了 对不对 所以 重点在哪里要找到好的股票 他才有办法 过你的追的高点 创新高让你解套 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一定要买到整个产业面是有机位的个股 这个题材是市场 愿意接受的 愿意去追价的 这个最重要 现阶段来讲财报利空已经告一个段落 你可以发现这边的经济状况真的是产业基本面经济状况真的很不好 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先卖了吗主力大户在贵买中心的部分你发现他真的卖了很多 对不对真的卖了很多可是 卖掉之后的发现股票不跌了 那这些人又挤了吗所以他又重新再去找一些新的方向来做操作 所以你现在要掌握住这两天他去进了什么股票 他的族群在哪里 那就顺着这个族群去做 我想接下来就有机会怎么样可以赚到钱 那今天可以看到就说有一些军工概念股 这波跌很深喔比如像什么822的保一 对不对 保一跌的深不深很快 从69块一路回到50几块 对不对今天又涨停板 所以代表说资金开始又重新回到了军工身上 所以等于说这波有跌很深的军工短线上来看的话 应该至少 有一段幅度的弹升 这个就可以去掌握到 懂我意思吗所以军工的股票 可能接下来的又开始了 慢慢的很多股票开始回省包括什么1584的金刚啊这股票没有 跌很深就开始上来2634的汉翔也是一样 跌深了就开始弹起来 你会发现 绕来绕去好像 这个 要做的好像都是这些这些族群而已 有没有 是不是这种感觉 像这个华府也是吗华府今天又涨停板今天华府很快 华府在涨停就代表什么意思今天涨停创新高 华府涨停就代表整个车店的部分 他没有完完 但是 你不能乱做 我举一档股票为例子3046的见机 对不对 我讲这个我今天没有带会员做任何动作 我没叫你买喔因为一买我知道一定挂 对不对因为早上华府在拉嘛所以 这个大家就想说见机有没有机会但是我讲见机这种股票 比较 讨厌地方来说有一个 分点就很爱冲他 所以 你很难去掌握他一个关键时刻 像这种早盘在冲的时候冲很高的他通常都不会锁涨停 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是 到一个点位就把他全部卖掉他冲完了吗冲完你早上去追人后面呢 当时都杀出来 对不对 这张股票啊如果是慢慢涨慢慢涨慢慢涨的那一种 他比较容易锁涨停 通常这种早上一开开开很高然后什么 这个涨到那种 那个还涨交易有没有 那个通常都没没什么没什么高点 就是一刀高点出来他就 下来 反正是用慢慢涨的 他突然会锁涨停为什么因为 这个是隔日从会去锁的 锁完之后他可能又开高一点然后卖掉你看这几次的 都是这样子 这张股票我说 你要做你就跟着我做就好了我请你买就买 千万不要去买那种早盘的 早盘那种拉从批盘拉上来拉一半就挂了 你要找那种慢慢拉的 然后他突然会拉急拉就锁起来然后隔天开高 这样这样子的一个 操作大概也有10到15%的空间 你看这几次他真的都是这样子有没有注意到 尤其这个阶段这几次都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这样股票 我在操作过程里面 第1档这边没有问题啦因为这边还没有什么太大 太大这个格从券商来来做个锁定 这边这段我们做得很顺利 对不对然后这边拉回过程里面难度就高了但是 我在关键两次拉回这边拉回送一次这边拉回送一次 没有 我们都是赚钱的 所以呢一档股票他有他的股性在 那如果你 没有掌握住的话你操作很容易亏到钱 所以纵使接下来车店有机会 但是车店 没单股票涨得不一样有人觉得飞红要开始动 对不对但是飞红呢 今天的上去都会下来但是你跟着我做人就知道我们拉回买的漂亮 这边上来今天是新高点 这边新高点 对不对 拉回买吧这边是新高点又赚钱 好那你说这个都已经涨很多了有没有新的新的我跟各位讲过哪一档股票来各位 我在5月4号我送给各位是这样股票叫做六四完60万台大订单下半年开始发酵 第二季是谷底 我讲的小心今年会变长辈股 对不对 那今天他股价是创进行新高价来我们看哪一档股票 这叫3673的TPK 对吧会员朋友 没有错吧 你今天都是赚钱的 5月4号 今天在这里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是不是60万台大订单 因为他跟Lumia合作了吗 Lumia接下来的这整个 光达的一个部分出货60万台他是打入到这个商机啊所以 TPK觉得市场很大 甚至他也投资了3亿 去入股了 这家公司 要紧密的结合吧 对不对再加上我昨天 你看我昨天节目 昨天TPK长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光TPK一档股票我讲了快 3到5分钟 你看我昨天袋子 我昨天跟你讲TPK未来他的一个更大的商机在哪里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TPK未来更大的商机在所谓的苹果折叠手机 我讲苹果要做折叠手机的话 他所要用到的技术叫什么 这个萤幕技术会可以折叠萤幕技术要叫做什么叫做奈米银技术 我追我来跟你讲一大堆的时候 你听都不想听 有听进去你今天都赚钱 对不对 你又来拿资料的各位你今天都赚钱 恭喜大家今天进行新高价 不用说涨停板啊我跟这样子我们就很开心了 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操作 所以是真的非常有感觉 这种股票好进又好出 买个100张200张的比比皆是 对不对 好进又好出 今天存着一刷感觉就来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现在的一些股票你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我讲的安心跟着我来 大盘不好我很谨慎 盘不好的时候我也不敢乱推股票 但像这种盘已经在开始攻了这个盘已经在开始攻了 对不对 那标的部分就是尽情的发挥 所以呢昨天我跟各位讲说接下来就是精选好的股票第2季别人不好他很好第3季会更好的股票 这种会有大波段 我想我的股票不多 就是一些好的股票来回拉回操作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 这张股票又拉回到我们要锁定的一个位置点 来单股票来勾引自己看 这要3362先进光 今天先进光强不强 有没有是不是直接攻到掌听板 大力光今天跟你讲说车用镜头告捷 他跟特斯拉官司现在判决出来了吗 这个特斯拉为了要息事宁人 好啦这个的确有侵权到啦 那我就要跟你下更多订单 代表 大力光在车用镜头他已经告捷了 可是你说这个告捷对他营收来讲有没有增加很多 我跟你讲不会增加很多 为什么因为大力光他的本业是还是在这个手机镜头市场 因为车用镜头这个领域 过去来讲他就怎么样 多样少量 他跟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少量多样 对不对我iPhone手机我可以 一款出来我可以卖个 几千万只 但你 车子 不一样车子的销量 可能就是 几万量几十万你看像育龙育龙这个准备要卖新的电动车 2.5万辆 你为了这2.5万辆你要开很多新的版吗 对不对 所以每一家车商他卖的车子的数量不会太多 可是这是不是商机这是商机啊 过去大力光不会把这个放在眼里 为什么因为我手机赚钱吗 大家手机上低迷 那车用镜头市场要不要抢当然要抢 那过去大力光不想做原因在哪里因为过去的车用镜头是所谓的 玻璃镜头比较多的这个混合式镜头 那现在技术已经进步到什么 塑胶镜头比较多的混合式镜头 就说你现在的车用镜头 可能要用到什么三片的塑胶镜头加两片的塑胶镜头或者是四片的塑胶镜头加一片的塑胶镜头 或者是全部都是塑胶镜头 那这对大力光来讲 他就有利了为什么大力光他本身就是钻研在所有的塑胶镜头这个区块 所以他就愿意做了 可是他愿意做他也不会拿整个大力光的所有产线下去做成用镜头 为什么不合吗因为我现在所能够生产的都是跟手机镜头有关的 模具啊 所以他在2021年他又成立一家什么叫做 大根光学工业 所以这个大根光学工业的成立之后他专门发展什么就是发展所谓车用镜头 再加上他去入股的先进光 先进光强项有两个一个是NB镜头另外一个什么就是车用镜头 所以等于说我现在大力光在车用镜头布局就稳了我有 我有所谓大根光学还有先进光 那我接的单 我就算我大力光我接的单我的工程产线 没有那么多产能做那我可不可以给 大根光学工业我可以叫先进光做 可以吗所以实质受惠是谁 就是大根光学工业跟所谓先进光 那大根光学工业没有挂牌啊 所以这样只能去买什么 就只能够去买336的先进光 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会发现先进光这一波股价 回来也很深了有没有注意到那今天呢涨停刚好是碰到季线这个地方 这一档股票你自己注意一下 我在2月20号的时候今年2月20号的时候2月少我推了好多好多股票你回头一看都是倍数 几乎都是倍数起跳 我当时给各位先进光有没有 我讲了 会复制爱普模式 很多的时候我说阿老师爱普没办法买到没法上车怎么办 那我是推一档先进光 有吧 对不对 购汇标吧 拉回够不够深 够深吗 对吧 审理也差不多了 今天呢再度发动 这是我昨天给我给大家的精选一号的股票 今天先进光呢 直接 亮灯涨零板 涨什么 我该讲我都讲 而且他现在买了很多的机台 这个机台接下来是不是 要接苹果的单 你们自己去想象一下如果 现在 大力光要全部去发展所谓前方式镜头 那车用镜头跟所谓的这个 比较低阶的4P的镜头的话 要给谁做 4P镜头不可能给大根光学工业吗 因为他专门发展车用镜头 那另外呢就有可能是给谁 就可能请他来做合作 为什么因为我有入股的吗 之前 先进光的这些技术从大力光那边偷过来 这个林恩平本来是要把这家公司告到岛 后来呢 可能就想说得劳人处且劳人 合计身材 所以他来选择入股先进光这个官司恩怨了 最后就化解掉了 反而 变大门变策略同盟 策略同盟之后 他可以吃到的范围可能有更多的因为 大力光他原本就 专营在镜头 这个手机镜头 那先进光有所谓的笔电有车电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他的布局来讲就很广 懂我意思吗 所以目前看起来先进光拉到这个地方再转强 这个是 目前看起来只是可待的一档股票 我只能恭喜大家 怎么样我们又再度的领先 去卡位到了所以不论是 TPK切入到车电 或者是 先进光切入到车电我想 各位 我都帮你积极掌握到所以车电相关的股票我讲的现在华福开始转强 他一定会带出一些商机出来 所以华福又亮灯 相关的车电概念股我跟你讲有没有转机绝对有转机 懂我意思吗 因为 市场上 比较多人喜欢的还是在电子股 你叫他去做军工 很多还是陌生 你叫做生计 很多人还是不敢买 你叫下去做光光 三幅已经涨了那么多 追都追不下去 对不对五幅也涨了那么多怎么敢追 绝对不敢追 所以绕回来 资金会去注意什么 一定是在车电车电的 这个 投资大众比较广 所以这个里面的只要有一些指标股冲出来的话 我想后面的就会拉出一大堆跟车电有关的股票 所以接下来在车电的部分 一些股票可能就有机会再上来 那军工的部分呢 跌升的有一些短线一定会坦 这里面也会有价差 你要锁定住相关的股票 那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没有关系 你就全部交给我 今天我要给大家是这样股票叫做 精选二号 先进框涨停 不算什么 这一档接下来会更标 这个行情稳定的情况之下资金在注意新的东西 接5月17号 你手机号码里面有2跟3的其中一码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打掉进来 如果你要掌握到是像接下来先进光就说很快的就可以标涨停 很快就可以下车 下课的话 欢迎各位一定要锁定这一档 这一档接下来也会有很多的利多在 我现在给大家什么是第2季不会太差的 第3机会看很好的股票 唯有这样子的个股在接下来这个行情里面 特别容易会涨 这个行情有人说就拉520行情 我跟你讲今年不一样 今年还要总统大选 对不对 马上 国民党的人选就要底定了 现在看起来就是侯友宜啦 好那当然很多挺郭台铭的 一定很不舒服 好 但 不管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 总统大选了为什么各国都一样都是那种 比较强的两党争来争去 因为 小党没有所谓的 发展空间 因为中间选民大部分是很理性的甚至有时候根本不出门 所以这种 两党他只要顾好他的基本盘 他就有基本盘 就可以对决 因为毕竟 选总统跟选市长不一样 总统你一定要个地都要装脚 各地都要装脚 你没有装脚的话你根本没办法选 因为装脚之间就绑了很多的利益在 所以他们一定会尽量的去把这个人给他抬起来 好所以当一旦两边人马确定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战火就会开始打起来 那我告诉各位会有很多概念股 会开始冲出来 这就是我们做股票人的机会 那在 执政党的部分我讲了今年在 电力的部分一定是攻防战 你看像最近大陆大陆也是这个 高温那个已经有点传出来电力开始 攻击吃紧 台湾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 台湾一旦出现的问题这个 国民党一定会攻击所以在一档在电力这个区块 他势必要投入更大的心力在里面 所以很多电力有关的股票 我讲的都还有机会 都还有机会这个是做不完的今年来讲绕来绕去就是这些股票 你要特别特别锁定住 好那你不知道注意什么样题材的各位 我再帮你精选一档 短线会有很大的价差 先赚就对了跟先进光一样 这个一跳可能就是喷出去掌停板 今天你不知道做哪一档股票的 欢迎各位 手机号码里面有2跟3的 其中一码的投资朋友直接来电 这一档股票优先让你上车 优先让你上车 精选二号就是这一档 先进光掌停不算什么 这一档会更强 把电话拨通这一档股票直接送给各位 全民抗掌大作战 888抗通膨专案 让您轻松的负担帮助您快乐的赚钱 抗掌专线02-8511-3366 抗掌专线02-8511-3366 顶页头顾 相信从顶顶页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页头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这个行情 接下来一定会有股票开始往上喷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那 除了先进光之外 接下来还有什么股票会喷 我告诉各位就是这一档 好不好 把 电话拨通 手机号码有2跟3的 欢迎大家 直接 打到进来 这两股票 优先让你买 一定要买好不好 接下来跟先进光一样喷出去的股票 好好把握就是这一档 精选2号 精选1号错过了各位就注意什么 精选2号这样股票 小心接下来 他会比先进光还要更强 会更飙 好好把握就是他 手机号码有2跟3的 今天 直接把电话拨通 这一档股票直接 送给各位 电话拨通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